大家好,我是木子小花留学工作室的小花老师 先给大家道个歉吧 因为有学生看过咱们这期视频 就是面试内容这期视频的一嘛 然后一直找二没找着 就是因为我懒惰啊 或者说拖延症导致的 然后现在才录 然后我看复习了一下上次自己录的那个视频 当时我还穿了大毛衣呢 然后现在都穿短袖了 然后就算很不好意思 就有学生找到微信公众号来了 很抱歉啊 今天是尽快给大家补一下 然后上次的话 书接上回 咱们讲到了一至五个那个经常问的面试问题 然后今天从第六个开始说 老师就是面 说完那么多 就是你为什么来日本啊 为什么学你这个大学啊 然后为什么你想过什么样的大学生活之后 也可能会对你就是感觉这个学生 是不是对社会问题关心 时事政治有没有在看 但是有没有就是除了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之外 有没有关心其他周边生活 所以他可能会问 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电视节目啊 或者是时事新闻啊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那些这种问题也是会被问到的 不只是说你是学社会学系的 孩子会问 其他的也可能会问到 然后比如说人口问题啊 环境问题啊 觉得你们国家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点 可以值得出来探讨的吗 类似这种问题的话 其实如果是完全没有想过 就是生活中不太会去思考这些问题的话 会卡壳 所以我是建议平时可以有一个就是小本本 作为记录 平时看到新闻啊 就有意识的去看新闻 有一些学生正式是会 就是那种学霸们 会在备考期间去 每天都会去看新闻 看报纸 这个在语言学校的时候 老师应该也会提出一些要求 就是不只是学习 还要对这些感兴趣 拿一个本子 你看到了什么 可以随时写一下 写一下自己的感受 然后这样的时候 这样的话 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才能够就是 能够说得出来吧 然后再下一个的话 就是经费问题了 老师可能不直接问 你家经费有没有问题啊 你能不能正常交学费啊 可能会侧面的问一下 你现在有在打工吗 平时是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啊 生活问题啊 学费是由来 谁来负担啊 这样的问题的话 其实就是经费的问题 学校也是会担心 学生四年来 这个学费有没有一个持续的保障 如果是单纯学习好 但是没有钱的话 也是没办法嘛 所以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稍微说一下 就是不是说我完全不打工 就有的人可能想 我就跟老师说 我完全不打工 我家特别有钱 就是每年给我多少多少钱 然后每个月给我送你多少钱 能够支付我学习生活 各种费用 不需要太担心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你得说 不能说得这么笼统 可以说一下 父母在家是什么样的工作 收入大概多少钱 然后每个月能给我送金多少 因此我可以不用去打工 但是呢 语言需要期间是因为我被考考大学的 所以那时候我是计划 就是先不打工 但上了大学之后 我是会有打工意向的 这样是可以的 如果也说 我大学之后 也是没有打工意向的 就是完全就是不打工 不要以为这样说是好的 其实我觉得 其实是有一点 minus的 就是 差评吧 在日本的话 除了看中学生的学习之外 也是看中他社交能力 生活能力的 如果是打工的话 将来就职的时候 也会有面试嘛 老师也会问你 大学生活怎么过的呀 如果也没有打过工 也没有参加过什么社团 就会觉得这是一个 死学习的学生嘛 所以老师也会 在这方面会有所考虑 因为现在咱中国学生 这个家庭条件比较好 有一些学生在语言学校期间 确实是没有打工的计划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说 我是大学时候 是有计划打工的 如果打工很多 然后有的人会说 显得自己特别懂事 你知道吧 就是跟老师说 那个我来日本的钱呀 以及我到现在 考大学的钱呀 这两三年了 都是我自己打工赚的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是成人了 我不想依靠我的父母 去支付我的 就是在日本生活的这些费用 这样其实也不好 就是如果是 我是日本教授的话 我就会想 真的是可以的吗 不会压力太大 导致影响学习吗 哪怕是你坚持去上课 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晚上打很多工 然后白天上课 是不是会分心呀 会不会睡觉啊 对吧 所以说就是 打工的话是可而止 可以说自己是打工的 没问题 然后第八项的话 就是老师可能会问 除了我们学校之外 你有报其他学校吗 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挺难回答的 我觉得 然后因此我还 看了很多书 书上也就有说 其实不用 非得是说骗老师 说我就考这一所大学 考不上呢 考不上我就回国 因为 因为 到底是真的假的 也不好判断 他也可能是骗人的嘛 所以 就可以 我是个人建议 实话实说比较好吧 就是 因为是一个普遍的事情 其实你那么说 老师也未必相信 所以 比如说你可以说 这是我的第一目标学校 然后接下来 为了避免我不合格 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也会报A学校 也会报B学校 但是如果都合格的话 我会优先考虑咱们学校 然后因为我是最喜欢这所的 怎么怎么样 这是第一个 对吧 然后第二个的话 甚至你也可以说 我也会报A学校 我也会报B学校 然后现在都在审核中 但是B学校呢 是我的第一志愿 如果那所合格的话 我可能会优先考虑那所 这个其实也不是说 完全就不会收你 我觉得还蛮坦诚的 但如果你有觉得 我说的不对 你也可以就是提出 你个人的建议 然后第九项的话 就是可能会问一些 性格特点呀 你觉得你自己 对自己了解吗 就是你觉得 你的优点是什么 你的缺点是什么 这个在日本 也是常问的一个问题 但不知道其他国家怎么样 但日本还确实蛮常问的 我就思考了一下 那为什么老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是判断一个人 是否了解自己 就是会不会思考吧 就是不要整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那如果你是不太知道自己 我到底长处是什么 短处是什么 可以问一下周边的朋友 让他们给一些诚恳的 就是感受你自己来分析一下 然后顺便就是对自己 可以做一些多更多的了解 人其实最怕的就是 自己有问题点 自己发现不了 这样你是没办法改正的 然后只有不谦虚 特别骄傲的人 才觉得自己是没有缺点的 那样的话 其实跟别人交往也好 也不太会听别人的意见 就比较不好管 说实话 然后 但是呢 你回答问题的时候 不要总说 我朋友说 我是怎么怎么样的 我朋友说 我是缺点是什么 优点是什么 只是单方面这样的话 其实也没有这个意义的 就是这个问题的意义就没有了 就是你可以先说我朋友是这样觉得我 然后我有自己考虑 我确实是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一定要加上自己的感受 这是关于性格特点 然后 再往下的话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 这个的话 根据你考的专业不同 老师可能会问一些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 人文社科的 你是想学文学的呀 言语学的历史的 哲学呀 心理呀 这些的话 老师可能就会问了 对吧 如果你是对文学很感兴趣 那他可能社口就问 你喜欢哪一个作家呢 那如果你考言语学 那他可能会问 你为什么喜欢 比如说西班牙语 你觉得学一个外语 有什么什么意义 对吧 那些这种的 然后如果是你是想学 社会学 他可能会问 那你对日本现在的年轻人 有什么感受吗 那你觉得中国社会 和日本社会有什么不同吗 类似这种 就是专业相关一点的问题 也会问到 虽然我这边 就是准备的时候 列举了很多 比如说你是学人文的 学自然科学的 艺术类的 什么 保健类的 就是大家可以 考不同的专业嘛 将来 那对于这个专业 肯定首先是喜欢的 才会报 那老师可能会抽一些周边的问题来问 就是怎么说呢 也是顺便考察一下你的专业能力吧 然后说了这么多 就是这我列举的十个问题 关于面试的 但是呢 懂得再多的道理 也不代表可以过好这一生 就怎么说呢 我说了很多 就你让我去面试 我可能也发挥的不好 怎么 就是 就给大家提供这些建议 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帮助 对 就说这么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